中国电信龙头华为不只启动澳洲55%的4G设备 最近跟野心勃勃竞标澳洲5G网络建设 但可能踢到铁板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 理由就是澳洲怕被中国窃听操控 对此华为澳洲分公司董事长极力撇清 分公司董事长博士安全疑虑 跟说禁止华为不会让澳洲电信生态更安全 反而可能会冲击澳洲电信服务与价格 但事实上在美国华为早已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2011年的一份公开调查报告 澳洲外交部长就曾披露过去三年里 中国政府资助华为2.5亿美金 要求华为提供情报服务 而澳洲最近也引爆华为杂钱游说风波 只顾最新报告显示 华为是澳洲政治人物海外旅行最大赞助企业 澳洲外交部长就曾坦诚确有此事 最新消息更指出 过去八年华为已赞助多名议员到中国旅行12次 而随着中国势力入侵 导致双方关系低迷之际 澳洲恐怕将长期对华为保持警戒 三里熊科的中央报道